後來我其實從暑假就開始接觸文聖老師的課 我曾經有瞄到文聖老師的那個研習的公告 但是也就只是 那後來才知道他有廣告 他有說他會開很多很多很多的課 那後來我記得 那個所有完整的那個研習的 研習的那個課程表 我還是特別跟他一樣 因為真的很多 那後來我就 我除了自己報名以外 那我就 我也跟我太太一起上 那就這樣從第1個中 我就不誇張了那麼第1台報到最後一台 然後很開心今天算是第1點子 但是我其實還蠻捨不得的 我會覺得 上這種課其實很享受 因為我 我其實來這裡之後 除了上課的技術跟知識之外 我其實解決了一些自己 包括公民問題啊 我失去教學熱情等等的問題 那我 我主要說 那 我覺得 我在 我在這個研習 經過這麼長的時間 經過那個和聖老師的習慣 上他的課程就上很久 然後上到就變成朋友 第1個職場 我覺得我來上完這個研習之後 我可以培養優勢的能力 然後 我 我 我以前算 我以前年輕的時候在學校也 我也覺得我是個能產 然後 我也還蠻厲害的 然後全校看起來只有我會 我可以 教網站啊 我自己寄啊 然後很多最新的科技都是 要帶給大家一起學習 那後來當我 有一段空白之後 比如說 大家玩的一條 我不會 大家3D列印 我不屑 然後一直到 教掌就覺得 掌來掌去還不是就是這樣 我就是好好教書就好了 那一直到後來就覺得 欸 我好像永遠就只會那幾招 那幾張好像也只能夠 比如說我能夠比同事更快的產生成果 然後我能夠更快的解決我工作上的問題 但是我依然沒有辦法解決失去了那個教學熱情這個問題 那這個會連帶影響我未來的中年危機 因為我不知道我怎麼去經營我接下來的職場生命 因為看起來好像還很久 如果我現在其實也在思考搞不好政府財政再繼續這樣搞下去 我們可能還會再演到退休 不只58歲搞不好我會搞到65歲 那所以我們都要有準備要活很久 我們會在我們必須在職場打拼很久 那我就遇到一個問題我必須去培養優勢的能力 但是我在職場這個課我找到這個答案 然後呢我重新發現自我價值 所以我發現我除了有經驗 我除了有歷練 我也許我的美色比不上年輕老師 但是我有經驗 那我有一些人生力量 那再加上 經過這個課程 我開始重新去整理一些 從前的自己的內在的價值的體系 重新去整理 那我就開始發現我必須要去發現自己的自我價值 再次去肯定自己 然後呢在這裡 我試著從這一個系列的課 重新幫助自己再重新保持那種高度的學習態度 我就發現自己整個心態就年輕起來 那我也開始去追求一些 那個時候自己很閉嘴的時候不敢想像的 整體會就開始要去有一些的企圖 我想要大大的一些的理想 然後呢 那也試著開始有了熱情之後 我就開始有一些 以前年輕的時候才有的那種創造力 然後呢 但是在這個 但是我在上完這個 道法術氣勢拆抓順套表 然後再學習一些 運算思維的一些策略 再加上後來我把這些東西轉化到教學上 然後我覺得最值得感謝的是 我們老師在那個上課過 然後一直逼我們 你一定要做 你要教作業 那個東西一定要用 用完他就永遠 永遠 我們上完課 東西就完陪他 好 那就覺得自己好像是很久沒當學生了 那其實教作業真的是還蠻增長的 那所以呢 我就開始去思考一些問題 然後我也開始會 因為我其實也看到文文老師他很用功 他做了好多新制 然後他也學了很多招數 有一些是不能講的 有些是可以講 就是說到那個書店啊 沒錢買書 就把那個大港搭一下 就覺得很妙 就覺得那個上課很有趣 那所以呢 後來我就開始去思考說 因為我覺得老師 如果你的教學要持續保持熱情 你必須要第一個去調整生態 第二個 調整你的心態 第二個 你要調整你的生活方式 那我這邊就列了幾點啊 包括說 因為我們也活了年紀一把了 有一些生命的智慧 但是我們必須要去累積去整理 那心制圖就是一個很棒的方法 然後呢 還有 我要提前做出改變 比如說 我已經知道我要進入幾歲 五十家的人生 我要提前 我要提前去知道 我未來會碰到什麼 提前做出 但是 後來學了這些學習策略跟這些 認知工具 我發現提前規劃自己 未來會遇到的這個資產生涯 跟自己因為生理還有心理 還有包括一些社會上調適的問題 我也必須要提早做出意義 那這些方式跟這些策略給我很大法 然後包括我們這個年紀 人未來都會遇到這個問題 我在看到一個學者 他提出來 說未來人在遇到的社會 我們的生理年齡會越來越大 因為現在的醫學科技越來越進步 我們會越活越久 現在平均年齡可能八十幾 九十幾次 是吸收的平常 未來人可能會有機會破綁 因為未來 什麼器官啊 什麼東西都是可以活 都是可以活 然後 所以我們要開始要去 那個學者講很棒 他說未來我們的心理會 越來越有智慧 越來越豐富 但是我們生理也許會越來越酸 但是我們未來遇到的問題 不是人類越來越聰明 越來越智慧 是你要怎麼去調適 你的已經非常成熟 非常有智慧的心理狀態 但是你的生理狀態就是這個 你要取得這樣的平衡 那我會覺得當導致到 有一個年紀的時候 這個平衡 就會決定你接下來的資產生養 是不是一樣能夠發光發揮 然後 包括說當我們好像到了一定年紀之後 我們就開始必須 我們也開始必須在 我們要以自己獨立的生活 漸漸的不再為了自己的孩子 自己的那個家庭在操訪 開始希望自己的生活 但是我們又很需要朋友 所以到一定年紀的時候就會覺得 朋友好重要 然後漸漸的 好像周圍的朋友開始漸漸變死 因為就像我很年輕的時候 就已經有同學 就因為生什麼病 就走了 然後漸漸開始會遇到很多人生 很無常的突發事件 所以我覺得這些都是我們未來 未來的那個 未來不只是AI 我覺得我們要適應的不只是AI 包括我們要活得越來越緊 而希望不要去碰到那種活得不耐煩的情況 那如何讓我們的 未來的生命更豐盛更有智慧 而且是對 覺得自己是 自己的存在是很有價值 用善用我們的 豐富的經驗 然後 我們還是能夠繼續的在這個社會 這個市場上面繼續奪行 那這樣生活方式啊 我就必須要有一些生活目標 然後漸漸學會放始 讓你生活更精進 然後即使行的 以前 為小孩子活的 那個捨不得 這個捨不得 然後好像應該要 漸漸的去體驗一些 健康的體育 然後要維持良好健康的社交生活 持續學習 探索興趣 然後呢 要學會照顧健康 這個是我 我自己個人的一些 一些學習 然後呢 在 其實在那個整個課程當中 我其實學到的 不只是技術 不只是新制度 那個東西 新制度的產生的東西 那我開始去思考 就是說 在未來的趨勢 我現在是一個老師 我是一個教育人員 那我可能會遇到 什麼問題 那包括像學生 他可能就要跨領域思考 他要學習如何 他要學習如何學習 那就是我 後來 就是這一次的那個 教案的主題 就是培養孩子 後退認知能力的整段 因為AI AI比你厲害 因為AI其實是偷學我們的東西 那他一定有一些東西是 他怎麼偷學 他都學 跟我學的很不像 那這個部分就是我們的優勢 那我們要把這個優勢 交給孩子 他才能夠駕馭 未來AI的順序 那瓜瓜要 孩子要多方便閱讀 那還有這次很重要的 數位科技應用的能力 這個都是要交給孩子 還有一些跨文化 互動啊 表達能力啊 這個這個東西 就是讓那個拆抓順套 這個部分 其實都有隱含在這個 然後很毅力的表現 就是孩子其實要學習 對一件事情 要長時間的執著 然後堅持到底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習課 那像 像包括 那老師的部分 可能要學會 怎麼利用AI來教學 然後呈現知識 然後呢 但是 但是 這個地方有一個非常特殊的就是說 這是AI絕對做不到 就是說未來我們在AI世代 我有新的發現就是說 我們在教學中 教學的過程當中的感官接觸 對話以及溝通 這個是AI做不到 那我們就必須善用這種教學的優勢 那這樣子 才我們才不會被AI取代 那如果說我們只是一個教學機器 各位方便課法 然後同樣內變 這個AI就做得到了 這個AI就做得到了 那還有呢 我們就 我們要試著運用AI去豐富自己的生活 沒有自己的那個教學的內涵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未老 我們能夠保住放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方向 那還要亂用一些雲端的平台 然後激盪出很多作業的教學型態 然後呢 要重視學生個別的特質還有興趣 其實從前 從前我們都說我們要 帶孩子個別化學習 對別化學習 現在隨著我現在發現 隨著科技的進步 然後政府開始漸漸的在這方面投入 企業也在投入 AI平台網路平台 然後包括很多個人的載具 然後平靶等等 越來越多 那這些器材呢 看是 看起來是無法駕馭 但是其實 以另外一個方向去思考 它有可能是改變我們教學 形態的一個重要的器材 平靶展劇 看起來堆在那堆一堆 是不是只能滑BGM呢 是不是只能夠讓小朋友滑油石呢 其實好像還有一些事情是 老師可以在上面利用 那包括像 其實我發現那種人與人的互動 隨著AI導入之後 其實人和人之間的互動 包括溝通 還有一些情感上的交流 事實上這些都是AI所沒有辦法做到的 這個都沒有辦法做到 所以呢 我覺得 未來在未來的趨勢 老師能夠做的是 我們要活用AI它的理性 知識的一些功能 然後呢 但是呢 來輔助我們人性 就是說 人那個AI所沒有辦法取代的 教學啊 情感啊 跟孩子交流啊 還有一些激勵這個部分 這個是AI永遠沒辦法做到 那所以說 我很開心 當我再看一下 再看這個未來的教育趨勢 未來的那個工作 可能會被AI取代的一些工作項目 老師並沒有 因為短期內 AI應該是沒有辦法取代我們的工作 所以 我們應該 算是比較安全的 但是 我們還是要努力 因為如果我們只會 照顧宣科 真的會被取代 然後 我在這次演習 我學了